這是紫米巧克力 滿奇特的口味 但是我覺得嘗一口還可以 旁邊是奇異果 這是什麼像高餅類的東西 他們的甜點都是爆幹甜 天啊 可以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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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對你們會看到上面有標過那個蓮花嗎 這蓮花是代表那個印度教的 因為他的很多那個老婆是印度教 然後他自己是毀教的 所以也要受到那個毀教的印象 有沒有看到信心 然後那個他又去過那個基督教的那個老婆啊 所以基督教的印象你們會看到是那個在窗戶上啊 要試著寫的 然後最後他還要去那個 有幾個那個優太教的 所以這個建築也要受到優太教的印象啊 你們看這邊的信心 跟這邊不一樣 有沒有 這邊是以色列的國旗 你們會看到啊 對對對 有沒有 中間有一個點啊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代表那個 優太教的 所以要那個四個宗教啊 所以這個國王他改的每一個建築都需要受到那個四個宗教的印象啊 啊 牆壁牆都會看到有小小的洞嗎 啊 這是為了那個通風啊 所以中間的這個地方就會有一點那個涼快 啊 他的後面現在這個部分就不開放啊 就以前是他們的廚房 在後面 他要改開金馬林的時候全部都用那個轉翻 但是要看起來是大理石 所以你們要看這間房間你們會了解 他先蓋太金馬林的時候 他裡面都用這樣同樣的轉翻 然後這樣的轉翻他又改成那個太金馬林 然後蓋了太金馬林以後啊 他在那個太金馬林的轉翻上面 塗一層那個沙子 這種沙子 然後這種沙子裡面還要加一粒一粒那個石頭 然後這個沙子上面他還有那個圖一層那個石膏 那麼厚的 然後那個石膏上面還要貼那個很細細的大理石貼 所以如果你只要摸在這裡 就感覺是大理石的 但是實際上裡面還有那個石膏 然後沙子然後轉翻 這樣他要蓋太金馬林 如果全部用那個大理石改的話 就差不多需要那個六十多年 所以他用那個轉翻要看 等一下 你們從每一個床 你們就會看到太金馬林了 像這種圓的部分 他怎麼貼那個大理石 圓的部分也是 他們要用那個 企業上的比年輕的 那這邊 對啊 所以這個是這個長官裡面是這個 最大兩個的腳 腳好像是一塊那個地毯 這是水滴下來專門緩衝用的 然後中間的這個小航空是第四代 然後第四代國王為什麼在這裡要蓋那麼小的一個航空呢 因為他完全不喜歡那個住在阿卡拉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怕熱的一個國王 所以他覺得阿卡拉的天氣很熱 所以他大部分都住在那個他上面 但是有時候如果他要過來阿卡拉的話 他希望要住在這個皇后 因為他有一個原因 他要蓋這個皇后的時候 他沒有用他爸爸在那個龍蝦裡 他用那個世衛石 然後 世衛石 然後裡面沒有什麼東西 裡面是洞 然後那個每年夏天的時候 他們在這邊挖一個洞 你們會看到每一個地方挖一個洞 然後他們在裡面就是要裝水 因為裡面是空的 所以可以裝水 所以如果在牆壁裡面有水的話 外面的那個牆壁 越吸水 這個房間會越涼快 因為石灰石灰那個會吸水 但是他的兒子就是台基瑪麗的這個國王 他就發現是他爸爸蓋著這樣的皇后 是肯定會很涼快 但是每一年在裡面為了裝水的關係 啊 牆壁就會那個一個來一個環掉 然後那個牆壁上 他們以前又喜歡那個畫這些壁畫 他的顏色也會退死了 所以過了幾年以後啊 這個皇后看起來不漂亮 所以他該台基瑪麗的時候啊 他就知道是那個大利石的好用 所以以後他要把他的那個這些皇宮啊 還要徵修過 然後用那個大利石要蓋 所以以前他要蓋他的皇宮 都是跟他爸爸一樣用石灰石啊 但是那個蓋台基瑪麗的時候 他重新還要蓋那個用大利石 所以大利石的這個部分 是第五代 中間是第四代 右邊是那個第三代 這個國王的皇宮 所以台基死了以後啊 台基死了以後啊 他還要跟那個台基的兩個 那個妹妹結婚 所以台基死了以後 他要跟他的兩個妹妹 就住在這裡 然後那個 他的兩個台基的兩個妹妹啊 很喜歡的顏色是那個 藍色啊 所以他要蓋這個皇宮的時候啊 全部都用那個藍包 是就想牽著了 有沒有看到有一點 你真的還有藍色的感覺啊 因為現在為什麼沒有這些藍包石呢 因為英國人呢 他們要離開印度的時候啊 他們都要挖走了 因為摩爾王朝結束以後啊 就是這個城堡啊 就改成那個英國的那個中渡府啊 然後英國那個中渡就住在這裡了 後來那個他們離開印度的時候 就全部被那個挖走了 所以這個皇宮是叫那個藍色的那個藍包 因為以前全部都是用那個藍包石向前著 這邊給你們看一個地方啊 這邊你們要看到嗎 有六個空的地方啊 你們的後面還有六個啊 以前是要那個十二塊那個鑽石啊 十二塊那麼大的就是貼上去 這邊要對這邊有六塊 這邊要六塊 因為他為什麼把那個鑽石要那個貼上去呢 因為以前是他們沒有那個燈 以前沒有燈的 所以那個晚上天黑了以後啊 再一個亮相 這就會發亮了 然後他們在這邊就睡覺啊 所以睡覺的時候給他們有一種那個柔和的感覺啊 但是這十二塊現在在那個答應購物館 但是這十二塊現在在那個答應購物館 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是他們的那個那個五地 全部都是用那個金箔 一天一天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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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天 所以這個國王 這個國王還把錢出去 所以這個王朝的那個 經濟那個危機的一人 就是這個國王 這裡原本都貼金箔還有寶石的 稱為藍工 但是英國全部把它幹走 現在要看那些寶石的話 就在大英博物館 這上面還有寶石 所以還有顏色 有寶石就永遠不會褪色 好先過來這邊啊 謝謝你啊 這個國王他改到台基馬哈里了 是1653年 然後那個1654年 他還要想改這個黑色的台基馬哈里了 所以那時候他在台基馬哈里的後面啊 已經開始要改這個黑色的台基馬哈里的平台了 所以那時候他的那個第三個兒子 要想就是如果他的爸爸要改這個黑色的台基馬哈里 他們就一點錢就沒有了 所以1655年就是台基馬哈里改好兩年以後啊 他的兒子第三個兒子把他的爸爸去關在這裡 就關在這間房間裡面了 然後他的兒子在那個每一個門上啊 都要刮一個黑色的門裡 就每一個門上 然後那個外面有他的很多那個警衛 他要跟這些軍人說 如果他的爸爸要刮門簾啊 要想看台基馬哈里的話 就馬上就殺掉啊 就不需要問我 嗯 他說如果我不在城堡裡面 也不需要問我 他什麼時候想看台基馬哈里 就馬上殺掉啊 所以那個他的爸爸 就不敢要刮那個門簾 要過去陽台那邊要看台基馬哈里 所以他的爸爸完全沒有機會要看台基馬哈里 然後你的後面 你們的後面這三間是他的車座 這三間了 所以他的爸爸要去上車座的時候啊 還有兩個軍人啊 他爸爸的那個眼睛要蒙起來啊 因為他就是上車座的時候 也會看到台基馬哈里 然後有時候啊 他還要把他的爸爸的兩個眼皮 要捧起來啊 就是有時候如果要那個他沒有軍人的話 他就那個眼睛的那個眼皮就封起來 所以這樣是他就固然他的爸爸要看台基馬哈里 然後那個他每天要給他爸爸要吃一頓飯 他要跟他的爸爸說 就是如果你要吃午餐就沒有晚餐早餐 如果要吃早餐就沒有午餐晚餐 所以每天給你吃一頓飯啊 然後那個他就把他的爸爸管起來的時候啊 他就給他爸爸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說我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考慮就是你只有想吃什麼東西啊 如果你只有跟我說你要吃芒果 你一生只要吃芒果 你不能吃其他東西 如果你要說那個吃米飯 就米飯 就不能給你吃其他東西啊 所以他的爸爸也很聰明啊 他的爸爸一個禮拜以後跟他兒子說 我要吃豆子 對因為豆子是有很多種嘛 所以他的爸爸每天要換一個啊 今天要那個綠豆 今天要什麼豆子啊 所以他七年要管起來 只要給他爸爸吃那個豆子啊 就煮好的那個豆子給他爸爸吃 然後他的爸爸有一天啊 夏天的時候啊 跟他兒子說 就是他很想要吃那個西瓜 因為他的爸爸所有的水果裡面就很喜歡有西瓜 所以他說 你可以不可以給我 只要一片那個西瓜 那天他的兒子說 你為什麼跟我說這樣 你要吃一片 今天晚上我要給你吃一個真的西瓜 然後那個他的兒子 他是第三個兒子 然後他知道是他的爸爸最喜歡 是他的醬子 就是他的哥哥 所以那天晚上他要看掉他的哥哥的頭 躺在一個房子上 然後拿一塊白色的布就要蓋起來 然後晚上要帶來他的爸爸的房間 他說 我為了你帶來那個很親切的一個那個西瓜 然後他的爸爸一打開就看到他最喜歡的兒子的頭 這樣是這個他的第三個兒子 每天要想辦法怎麼會折磨他的爸爸 這樣是他的爸爸的那個神經行動就斑掉了 以後就是過了留年以後啊 他的爸爸就是沒有辦法有思考 然後他又看到那個別人 也沒有辦法知道他是他的誰啊 然後他一直為了躺在地上的關係嘛 他的那個背後就開始傷口嘛 所以他沒有辦法他就是這樣那個躺著啊 他沒有辦法直接轉過去啊 因為為了這些傷口的關係啊 因為他覺得很疼啊 所以最後就是他的爸爸就跟他的兒子說 他感覺是那個他很快會死掉 所以死掉之前他只有一次要想看台積靈 所以哪說他的兒子就看到他的爸爸的狀況 他就把所有的滿臉都要拿下來 但是哪說他的爸爸的那個身體狀況那麼嚴重嘛 他沒有辦法自己轉過去啊 然後如果有人要幫他轉過去他也覺得很疼 所以他完全沒有辦法看台積靈 所以哪說他的兒子這個門 他的牆壁下面啊 這個門這個門那個下面 他就貼上去一塊那個鑽石 然後他的爸爸躺在地上的時候 在陽光下台積靈的那個摺影 攀射在這個鑽石上 這樣是他躺著一點一點開的 但是這樣過了一個禮拜以後 他的爸爸就死掉了 然後他的爸爸是晚上死掉了 所以回家的有規定是 如果晚上有人那個死掉的話嘛 晚上你不能幫他的那個上降一下 一定要等那個太陽出來 才會把他的屍體埋在地下 所以他們那個把爸爸的屍體放在這裡 然後他的兒子說明天太陽一出來 爸爸的屍體要埋在那個阿卡拉城堡 就是這個花園 剛剛你們有看到這個皇宮的對面一個花園嗎 他說爸爸的屍體要埋在這個花園那邊 不要在台積裡 但是這個國王他有那個兩個女兒 因為台積成了那個十三個小孩 其中是那個只有兩個是女兒 其他十一個都是那個兒子 所以每天是他的兩個女兒 大家都睡覺以後啊 他要找那個幾個庫人 然後帶爸爸的屍體啊 要去那個這個橫河的這個直流 這個珠木納河岸點 然後要準備一個小船 然後爸爸的屍體放在船上 然後他們自己划船 要帶過去那個太極林了 然後那天晚上他們的兩個女兒 隨便挖地 在媽媽的旁邊 爸爸的屍體就埋進了 然後第二天早上 他的哥哥就知道是那個爸爸的屍體 不在這裡 就已經完全埋在台積林了 但是回家要回聽是 如果那個屍體埋起來 你不能再挖出來 所以如果這個國王沒有這兩個女兒 就是這個國王的屍體 不會在零屍 不會在台積林 就在阿卡拉城邦 但是你們知道為什麼這個國王 就是國王的第三個兒子啊 那麼憨恨他的爸爸呢 那麼討厭他的爸爸 不是只有為了那個花錢 不會給他那麼多折磨嗎 他的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他為什麼那麼折磨他的爸爸 第一個就是那個 他花錢這個又一個原因 但是為了這個花花錢呢 他不會把他的爸爸的那個 眼皮要封起來這樣 因為他為什麼會把他的爸爸這樣 他的原因是他的兩個美女 因為台積是一個那個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那個 那時候全印度人都知道 是那個台積是一個那個美女 然後那個台積又生了那個十一個兒子 兩個女兒 然後他的兩個女兒 十八歲的時候啊 就看起來跟那個台積一模一樣啊 就是很漂亮啊 可能是那個比那個台積更漂亮 就是他的兩個女兒 那時候啊他的那個哥哥 就愛上他的兩個那個妹妹 就很像要跟他的兩個妹妹要結婚了 但是他就發現了他的兩個妹妹 逼他愛他的爸爸 明白了 他的兩個那個女兒愛上他的爸爸 啊 哥哥也愛上他的兩個妹妹 所以他最後要發現了 是他的兩個妹妹啊 就是那個不愛他 就要愛他的爸爸 所以那個他就那個很討厭他的爸爸 因為他只有那個很喜歡 就要他的兩個兩個妹妹 所以那個他只有那個 給他的爸爸有一個機會 是那個關起來的時候啊 就是他的兩個妹妹 就可以過來 可以那個照顧他的爸爸 因為他們從這兩個小門 就是可以過來 然後可以看他的爸爸 其他人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王朝 那個跟妹妹發生關係 還是跟女兒發生關係 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們的那個王朝要規定 是女生不能那個嫁給別人 這個我已經跟你們講了 因為他們怕就是他們會帶來很多女婿 然後又想爭取那個王位 所以他們不允許他們的那個女兒 要嫁給別人 所以他們的那個新生活就是很乱 1880年啊 就是英國人啊 他們要佔領那個阿卡倫 然後那個他們就把這個城堡 就改成他們的那個中毒服啊 然後那個在這邊要寫 就是以後啊 那個台積馬哈林啊 還有阿卡拉的那個 其他那個景點啊 都是他們要管理的 所以在這邊是那個英國總部要寫 就從這以後那個阿卡拉城堡 是他們的那個中毒服 然後我們在那個賈布 我們要看那個這些城市環宮 湖泊堡啊 他們還有那個後代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王朝的那個 最後代的國王的女兒 現在要管理 但是為什麼這個王朝沒有那個後代人呢 因為英國人呢 他們佔領那個阿卡拉的時候啊 這個王朝的最後代的國王 是那個第18代國王 他就知道是他沒有辦法跟英國人打戰了 因為他的原因是那個 這個摩爾王朝的這些國王 他們打戰的時候 就要用那個劍跟那個刀子啊 他們沒有那個牆 所以那個他就知道就是他沒有辦法要跟英國人打戰 所以他從這邊偷偷那個跑到那個麵點 麵點 然後英國人呢 就是那個到了阿卡拉以後 他們就發現就是國王不在這裡啊 所以他們很容易要佔領阿卡拉 但是他們佔領阿卡拉以後 他們又發現阿卡拉城堡裡面呢 有很多那個蒙古的軍人啊 還有有些那個國王的親戚啊 所以他們就搞不清楚就是 誰是那個軍人 誰是那個他們的後代人啊 所以英國總統要那個命令啊 就是把那個所有的蒙古人都要撒掉 連一個都不了啊 所以他們在阿卡拉城堡裡面 要撒掉那個5萬多個蒙古人啊 裡面有他們的軍人 有仆人 有那個做飯的人啊 所有的人都要撒掉 然後他們把這些5萬多個那個 那個屍體啊都放在很多那個牛拉車上 然後那個往那個老德里的方向去 就是新德里那邊 但是那個中間啊 這些那個屍體啊都要那個攔掉啊 因為坐牛拉車差不多需要好幾天 才會到那個新德里 所以中間那個路上這些那個屍體 要開始要攔掉 所以英國的那個路邊 隨便瓦底 把這些那個屍體就要買起來了 所以明天我們要回去新德里的時候 你們在路上啊 都會看到就是一公里兩公里 會看到兩邊有很多粉墓啊 就白色的粉墓 這些都是這些那個蒙古人呢 把他們的屍體就埋在這邊 所以新德里到阿卡拉的這一條路 是叫那個摩瓦王朝的最後的卧室 所以這個王朝就沒有那個後代人了 以後過了兩年以後 那個英國人又發現 就是那個最後代的這個國王 他在那個緬甸要躲起來啊 所以他們從那個阿卡拉要派一個將軍啊 就是要抓了 然後那個他在那個緬甸 被那個英國人要殺掉 所以這個王朝的那個最後的國王的領悟 是在緬甸 所以這個王朝就沒有拿過後代人了 這裡就是被囚禁的國王 然後這裡就是太基馬哈里 太基馬哈里 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個彈孔 那個彈孔是英國人大的 然後這是銅背樹看一下太基馬哈里 那等一下我們到後面看 反而會變得比較大 是導遊講的 我們待會試試看 然後 剛剛那個彈孔啊 其實是打到這裡 然後才彈上去的 所以這裡就有個裂縫 然後這裡呢是黑色的 它是以前國王就在這裡 冬天在這裡開會比較溫暖一點 那另外一邊有一個白色的 那國王就在夏天就會在這邊開會 露天開會真的還是很熱啊 我覺得 還是因為氣候暖化吧 然後我們同倍數再看一次 好像真的變大了 然後我現在還在中段 我們等一下到後段 這邊看 就是現在人群所在的位置 肉眼看的話真的變大了 然後我們從這裡看 好像也真的變大了 嘿嘿嘿 就像雞蛋